我们看看哪位求助者需要我们的帮助 来 请 大家好 我来这里是找我亲妈妈的 七八年间因为我的自卑压抑 从未开海大笑过 我辞职来这里找我妈妈 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这么漂亮的妹妹 你好 来 小手冰凉的为什么 紧张 紧张啊 你找谁啊 我是来找我妈妈 然后我就想让她给我一个答案 你妈怎么了 给你什么答案 为什么生了我不养我 让我心里过得这么纠结 这么痛苦 我就想要我以后的生活能会敞亮一点 现在不敞亮 现在我很压抑 把你抛弃了 对 你怎么知道的 在我四岁左右的时候 我记得我妈妈跟一个叔叔吵架 吵得很凶 隐约听到她说要送我妹妹走 把妹妹送走 对 这叔叔说的 然后我妈妈就当时哭得特别特别的伤心 然后我就躲在门后面 我就不敢出来 我就听着他们在那里吵 再过了没多久的话 叔叔就说带我去买吃的 你就跟着去了吗 就跟着他一起去到一个医院门口 叔叔就发现我了 然后就说去给我买吃的 就再也没回来过 在那之后 待到多晚还没人来找你 大概很长时间吧 我当时记得我一直在那里哭啊哭啊 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到了养母的病房 你这个养母是住在医院 还是那儿的医院医生护士 养母是住在病房里面 一个病人 对 然后那时候就给我买了一套洗清衣服 就带我到了她的家 这个养母是个什么人 我的养父母 其实对我挺好的 当时养母带我到家以后 然后养母就跟养父说 就是说她带了个女孩子回来 当时我养父在新疆打工 然后就是听得很高兴 就给我取了个名字 取了什么名字 当时养父就是说 给我取了个叫李娜 我后面我养父 就是回来看到说 我长得不好看 他就没有再提我这个名字了 后面就养母给我取了 我现在叫李英 后面我养父就一直在外面工作 很少回来 我就一直跟我养母一起生活 养父母家还有别的孩子吗 有两个哥哥 养母对你怎么好 能跟我们举个例子吗 养母他就是给我哥哥买的东西 我都会有 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 就是没有按时回家 然后养母就是发动了全村人去找我 后面就是因为我是去同学家了 他就打听到了 当时就找到我 就感觉特别伤心 抱着我就大哭 那个时候四岁 今年多大了 今年二十五岁左右 都二十一年了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 要找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个想法我从小都有 我现在到了我养父母家 虽然他们对我好 但是我就是感觉 有时候看到我哥哥他们吧 带他们跟着撒娇呀 带着他们袖子啊 然后坐在腿上面撒娇 我就特别羡慕 特别纠结 我就想到我 为什么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对我这么好 而我的亲生父母却生了我不养我 你从来没有在你养父母身边撒过娇 坐在他们腿上 对我从来不会撒娇 我不会主动问他们要东西 或者是干什么的 而且 你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对 平常性格是内向的还是 我平常就是 到了养父母之后吧 然后经常就是上学的时候 路上 然后被那个邻居或者是他们说我是捡来的孩子 对同学又嘲笑 然后我就感觉我性格越来越孤僻 内向 然后就是特别自卑 你上学一直上到什么时候在养父母家 我就上了七年 然后再上了 小谷你看这个孩子很简单 就是找到他亲生父母问问 为什么能生我不养我 对 你给他指指路啊 他这和自己的养父养母对他好坏没有关系 他只是想知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解释自己的生命 他是这样的 小谷叔叔说的对吗 对 是这样的 是这样哈 要弄清楚才行 那我们就做好准备 也许大门里边 你想问的那个人就坐在里边 也许他不在 但我特别相信你终有一天会找到 像谷叔叔说呢 遵从你的内心 弄清楚了 觉得生命才有意义 是这样吗 对 好 那我们站起来一起等待 好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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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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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怎么表达因为没有过这种体会 但是我相信这个母亲受的折磨比女儿还大 珍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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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祝福她们 我现在真的非常激进当年的苦衷 然后我现在找到妈妈了 我就是感觉我以后是个有家的孩子了 我能找到家里能问到 对这种孩子最爱!